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何思琪眼前一亮 果然江还是老的了 国江这句话 想来李高楼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毕竟发现古墓 这可是一定要上报文物局 就连周子豪都是眼中闪过一丝冷光 国江给他提了个醒 等会儿自己老爹来了呀 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 让他这座修理厂停工 甚至啊给他拆了 所有人都在看着李高楼 想要知道他现在该怎么办 此时的李同学 那嘴皮子老溜了 完全没给郭江这位老师傅任何面子 啥东西啊 古墓 你咋不说这下边是阴曹地府呢 还古墓 你糊弄谁 你有证见吗 郭江张了张嘴一脸的无奈 本来他说出这种话 单纯就是看着李高楼年轻 想要吓唬吓唬的 你事实上没有上边的通知 他根本没有权利让人家配合自己 眼见着这个小老板只是油盐不敬 这何思奇跟郭江一点办法都没有 郭子豪压低声音咬牙切齿 再等等 一会儿我就让他哭都哭不出来 众人都明白 郭子豪在等人 偏偏李高楼没任何异样 他甚至饶有兴趣的去看了看那口深情 还环顾四周比划了一下位置 考察队的一帮队友啊 眼神之中充满鄙视 一个小破修理厂的小老板 这种事你懂个屁啊 还给他装模作样的 实际上只有李高楼自己知道 他此刻的内心到底如何的惊骇 或者说自责呀 如果今天不是这支考察队的话 他根本不会发现这口深情有问题 上次在厂里边溜达的时候 他来过这儿啊 不过没发现啥呀 然而啊 发现那个烟囱之后 他竟然还是没注意到这儿 那就是愚蠢了 之前站在高高的烟囱上 他把整个修理厂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八卦图 烟囱的位置 正好啊 是一条鱼的眼睛 那个时候他就应该想到 另外一条鱼眼那儿 很可能同样藏着什么东西 没错 凸出来这个烟囱是个鱼眼 凹进去那个深井 是另外一个鱼眼 如果从整个修理厂的上空看下去 烟囱和深井 实际上正好是八卦图上的两个点 在想明白之后 李高楼脑子里边再度升起了 一个新的疑问 或者说是深深的好奇 烟囱里边藏着数不尽的黄金和古董 那这口深井之中会是什么呢 一就是财宝 还是说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在注视着 尤其是何思奇的身份特殊 李高楼啊 现在肯定自己就下去了 万一真跟烟囱一样 藏着那些什么黄金啊古董啊 可绝对不能落别人手里边啊 那当然所有的想法啊 只是在李高楼的心里 他脸上可没动声色 郭江跟何思奇 以及那些考察队队员 都没搭理他的意思 反而是继续围绕着这口深井进行分析 李高楼一眼不发蹲在旁边 实际上也是在那用心的听着人家探讨呢 突然有人说了一声 哎 探测仪没事了 其他人也开始跟着检查设备 果然之前莫名其妙坏掉的设备 此刻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郭江的眉头紧皱 这种现象的确古怪 何小姐啊 麻烦你将何高安先生的笔记本给我 很快他似乎想到什么 立即跟何思奇说 没任何犹豫 何思奇从包里边啊 把一本很厚的一个笔记本 哎 递给了老头 将这口井的周围清理一下 将笔记本拿在手中 郭江突然打量着井口 看了片刻之后 然后说了一句 何思奇看了看李高楼 发现这小子并没有阻拦 当即安排考察队队员开始啊 朝井口周围的那些石块啊 尘土啊 全部都给掀开 露出了旁边的石板 几乎就是看清楚这石板的瞬间 何思奇跟郭江同时眼前一亮 花纹 就在这石板上边 他们看到了形状古怪的花纹 这些花纹啊 就跟周围的石头一样 明显呢 是很久之前的东西了 至于说 为什么让何思奇跟郭江感觉到激动 原因非常简单 这种花纹 何高安的笔记本上记录过 那是一种好似蚯蚓一样的东西 蜿蜒曲折 也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肯定是我祖父留下的 何思奇满脸的激动 声音都在颤抖 从美洲跑到这儿来 他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今天呢 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了 郭江 此刻已经拿出放大镜 几乎都趴在那石板上了 为的就是要看清楚那些花纹 李高楼也在旁边琢磨 但他非常迷茫 他根本不认识这花纹啊 也不知道那老头到底看个什么劲 实在没忍住 李高楼啊 在旁边主动问何思奇 哎 何小姐啊 你祖父怎么没来啊 他在想 如果这些东西真是何高安留下的 他完全可以自己回来 然后全部拿走啊 他的这句话 郭江和考察队这边的人没理会 都忙着呢 何思奇眉头一皱 觉着李高楼这问题不太礼貌 不过这口井 怎么说都在人家修理厂里边 李高楼又是修理厂的老板 关系啊 别闹太僵 何思奇轻声说 我祖父三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我是为了他的遗愿 才会来到华夏 说着呀 眼中还闪过了一丝哀思 对于自己的祖父 何思奇非常尊敬 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何家在美洲的今天 而他说话的时候 根本没注意到李高楼呆滞的目光 没人知道 就因为何思奇的这句话 李高楼的脑中轰的一下 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冲击 难以形容的冲击 他只听到了何思奇的前半句 后边的内容根本没在意 死了 何高楼死了 不可能啊 之前李高楼在生死簿上已经看过了 何高楼绝对尚在人事 否则生死簿上一定会给出他死亡的时间 字体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他也不会理所当然的 跟何思奇问 说你祖父为什么没回来呀 想到这儿李高楼再次翻开生死簿 也不顾在别人眼中古怪的样子 他直接找到何高安 果然他还活着 绝对不会错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这何思奇在骗自己 何小姐 你确定你祖父已经去世了 你这话不知该怎么开口啊 不过李高楼还是直接问了 其实这件事实在是充满了古怪的味道 那本来就感觉不太舒服的何思奇 听到这话秀眉一凑 眼中闪过一丝脑意 在旁边听了整个对话过程的郭江 在这时候也冷着一张脸 何高安先生是美洲何家的创始人 他的死讯新闻上都有过报道 何小姐又亲眼见他祖父入土之后来到华夏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是不是问清楚才肯让我们下去看看呢 一双眼睛瞪着李高楼 老头显然呐憋了一肚子火 懒得搭理这老头李高楼一言不发 这事的确让他挺懵逼 明明没死的人居然非说入土为安了 怕这不是何高安跟他孙女串通好了 说专程上华夏骗人的吧 或者说这实际上就是整个何家的骗局 想到这儿李高楼完全肯定了 心里边对何思琪也更加小心翼翼的防备着 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的是 郭江没撒谎 何思琪也没撒谎 甚至于每一个认识何高安的人都知道他死了 因为他确确实实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被埋葬了 就在李高楼打算继续旁敲侧击 看能不能再问出点什么的时候 突然好几辆车猛的开了进来 治安队的人来了 他就没有人过去 他不想说说 他也是女的妻子 看能不能再说 看能不能再说 他在这一一刻 贔人过来 感谢观看